大家好,我是Alfred 今天吃燒鵝 鵝的肉質是很受天氣影響的 如果是夏天的話,鵝肉很多時候會太瘦 如果是冬天的話就會太肥 所以很多行內人都會說 秋天就是吃燒鵝的最好季節,即是現在 今天我就來到元朗 吃一間很多人心目中做得很出色的燒味店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好吃 這間天紅燒鵝是一間街坊小店 但近年越造越出名 除了口碑很好,報紙雜誌亦增相報道 貌似已經跡身一線燒鵝名店之列 今天反傳統說了總結 我覺得它做得好過很多燒味店和酒樓 不過未去到一線 以下會指出一些我個人覺得沒那麼好的地方 大家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它的食物一般 但其實算是終上 只是未去到我心目中最好 跟大家溫習一下 吃燒鵝不同的部位就有不同的食法 一般來說,如果是吃燒鵝比的話 它就會油脂多一點,肥一點 如果是吃鵝背脊的話 因為肉比較薄,就比較容易吃到醃料的香味 或者是燒鵝汁的味道 如果是吃鵝胸的話 一來就是比較多肉食 二來就是肉味會比較突出 不同部位就不同食法 就沒有哪一個位一定是最好吃的 這是完全是個人口味 看資料說它的鵝是佛山高明市黑中鵝 九十日大 香港很多店鋪,包括一些名店 都是在那裡拿貨 今天這碟下裝我覺得有三個問題 第一是不夠風味,即是燒得沒有好香 但現在香港很難吃到炭燒柴燒 法例問題,非戰之罪 第二是皮不夠脆 這個應該不是上皮或者風乾的問題 而是更簡單的原因 隻鵝出爐的時間久了少少,擺軟了 這就是生意模式的問題 街坊小店坐下就吃,不會即叫即燒 何況燒完還要rest一陣,哪有那麼多時間 第三個問題是隻鵝的肉有點硬 這個問題最嚴重 因為吃燒鵝最重要就是肉夠鬆軟 這隻鵝可能是鵝公 加上老了,再加上經常做健身 總之就硬了 碟底還送了一隻老水鵝獎 聽其他食客說說不一定有 視乎當日生意情況,看你運氣 我們還叫了一個叉燒賴 眼裡的觀眾可能會看到剛才碟燒鵝上面有幾塊叉燒 其實是師傅放進去,讓叉燒不用浸湯 這碟奶粉就很正常,錄的時間剛剛好 今天叉燒多漂亮,半肥瘦,少少焦邊 肉質鬆軟,味道就不太甜 物質不太多 香港有不少店舖,叉燒的用料調味更講究 當然就貴一點 街坊店來說,這間也算好吃 原本想叫燒腩骨試試,又是我的最愛之一 誰知晚上沒有,要中午才有 那就叫多個分題油雞飯 分題味道正常,肉質偏軟 我自己喜歡爽一點 油雞一般,街坊小店來說剛剛合格 主要是太熟,肉質不夠嫩滑 切雞油雞這些食鮮斬點的雞 看中間骨頭的顏色都知道 這麼深色,時間一定是久了 肉質會硬一點 豉油的味道也是普通 總結,街坊小店這樣的水平算是交足功課 好過不少大酒樓 如果不用坐車,我每個星期都會光顧 但以今天的水準來說,不至於一線 比他好吃的店鋪不在少數 都是那句,一分錢一分貨 最後提提大家,我Facebook會不定期出圖文版食評 接下來也會分享更多關於食材和飲食文化的資訊 大家記得Like我Facebook 下條片見,拜拜! 然後 그다음에請頂多了 我們今天翌日也很快 請大家分享給一下 你要不要抵越 tin會請問你 有抵越的斯文化 請坐來我 不斷在那邊 放在床上 測試過 小火封珍 請坐去 你坐坐來 你坐坐來 那邊